Hello大家好,我叫徐峰灿 作为陆军首批自主培养的女飞行员 毕业之后,我来到第75集团军某空中突击旅 眼前这位长相甜美的女孩子是一位标准的90后 别看她只有23岁的年纪 却已经是一名出色的飞行员 并且还以满分的成绩成为了我国陆军首位初放单飞的女飞行员 平时力被写入了浙江今年的高考作文题中 而随着她驾驶飞机的视频,爆红网络 更是被众多网友们亲切地称之为中国最美女飞行员 那么她究竟是谁?又为何会这么牛? 一路走来的她,又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女飞行员徐峰灿的传奇故事吧 1999年10月 徐峰灿出生于浙江金华的一个书香世家 父母都是当地知名的中学教师 所以作为家中的独生女 从小的徐峰灿便被父母给予了厚望 而也正是得益于家中浓厚的学习气氛 所以小小年纪的徐峰灿便已经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 尤其是从小就喜欢上了阅读 只要一有时间便会沉浸在书海之中 而随着徐峰灿进入小学 很快便在学习中脱颖而出 不仅每次考试都是名列前茅 再加上他乖巧温顺的性格 瞬间的徐峰灿便成为了同学们心中的偶像 同时也是众多家长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于是就这样 在众人的期盼下 徐峰灿很快便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重点中学 之后更是不负众望的又进入到了试重点高中 成为了众人眼中名副其实的学霸 然而一直都演绎着学霸人设的徐峰灿 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 课下的他不仅会热心地帮助同学们讲题 还会非常踊跃参加学校活动 尤其是在一年一度的校运动会上 每次也都会有徐峰灿的身影 并且他的表现一点也不输男孩子 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徐峰灿也发现了自己身上的运动天赋 所以最终在面对高考的时候 徐峰灿不按常理出牌 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不已的决定 大家更多关注我们这个群体 然后也欢迎更多的有志青年来参军路舞 报效我们国家 他长相甜美 聪慧过人 是众人眼中的学霸 但最终却放弃了高考 年仅22岁 便成为了我国最美女飞行员 那么他是如何做到的 原本的徐峰灿 一直就有一个飞天梦 梦想着自己有朝一日能够翱翔蓝天的样子 所以就在高考前夕 徐峰灿得知了空军航空大学 正在全国招飞 于是便毫不犹豫地 报名参加海选 而一个学霸放弃高考 选择报名飞行员 徐峰灿的选择当时便遭到了 老师和同学们的强烈反对 纷纷认为他 这是对自己不负责 可面对女儿的选择 徐峰灿的父母却给予了权力的支持 他们认为只要是女儿的梦想 他们便愿意让徐峰灿放手一搏 而有了父母的支持 徐峰灿心中便更加踏实了 可要想成为一名飞行员 谈何容易 不仅要成绩出类拔萃 而且对于自身素质 也都有着极高的要求 所以为了自己的梦想 接下来的徐峰灿 便开始了疯狂而又紧张的训练 最终经过重重考核 终于在12万考生中脱颖而出 在2017年 成功成为了陆军第一批 仅有的10名女飞行员之一 可想而知 能走到这一步的徐峰灿 究竟是有多么的优秀 进入大学后的徐峰灿 并没有因此而懈怠 因为他深知 这并不是自己的终极目标 他要成为一名真正的飞行员 所以在接下来的学习中 徐峰灿便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 不仅逼迫自己学习那些 枯燥乏味的理论知识 而且除了校内的课程 徐峰灿为了快速丰富自己的认知 每天几乎都是泡在图书馆 而且除此之外 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飞行员 体能训练自是少不了的 所以除了学习之外 进入大学后的徐峰灿 还要进行超负荷的体能训练 3000米长跑 人体平衡训练 抗旋晕训练等一套操作下来 好多男同学都是望而却步 可徐峰灿却咬牙坚持了下来 最终展现出了自己与众不同的一面 而经过大学四年的历练 徐峰灿着实也成长了不少 最终在2021年 年仅21岁的徐峰灿迎来了自己的毕业考核 那么如此努力的他最终能顺利通过吗 我们最新的G20战术通文形式升级 想着重向大家展示他对上良好的性能 然后包括他可以随行的一些做到任务 作为一名九九后 年仅23岁便已满分成绩成为了 我国陆军首次出放单飞的女飞行员 还被写进了高考做文体 徐峰灿为何这么牛 2021年7月 徐峰灿迎来了自己的毕业考核 虽然对于那些操作要领徐峰灿早已经乱熟于心 但在真正面临如今的考试时 徐峰灿心中还是有些紧张的 可他很快便做出了调整 并且在他接触到飞机的那一刻 所有的紧张便随即烟消云散 虽说徐峰灿是第一个出放单飞的飞行员 但随着他的慢慢起飞 徐峰灿很快便熟悉了空中的一切 并且迅速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操作起来更是游刃有余 终于最终圆满完成了飞行任务 并且以满分成绩通过了考核 成为了陆军史上第一个成功出放单飞的女飞行员 而此时的他年仅22岁 而且很快随着徐峰灿的毕业 他的事迹也受到了众多媒体的报道 并且随着他的飞行视频爆红网络 网友纷纷被这个撒爽英姿的小姑娘给深深惊住了 再加上他娇好的容貌和1米73的身高 飞行中的徐峰灿更是被大家亲切地称之为 中国最美飞行员 还说他就是当代版的空中花木兰 巾帼不让须美 而且不仅如此 就在2022年 徐峰灿还被写进了浙江高考的作文题中 更加受到了众多学子们的崇拜 而徐峰灿的成就远不仅如此 就在不久前 徐峰灿又被邀请在第14届 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上 首次执行战机的远距离转场任务 还担任了G20机型的解说员 而他的形象又再次被刷爆网络 视频中的他又美又撒 简直就是颜值与实力并存 而他那句作为一名飞行战斗员 就是要在大家看不见的地方 魏保加魏国时刻准备着 更是受到了众网友们的爆赞 所以对待这样一位正能量满满的小姑娘 才是我们更该追的明星